我今天要服務人民有很多種方式 不計較有任何的方式 我必須要講我還沒最後的決定 真正做決定的不是我 是所有我們台灣需要希望看到未來的2300萬同胞 您的選擇 有靠在回國民黨嗎 現在我在等國民黨的這個 他有一套辦法 這個辦法大家在等 家人是不是不太說 是啊 家人支持皇上才在等 他不站等 現在還沒解決問題還沒解決 前面那一段話這個決定不是我 這個跟蘇啟兒那一段是不是很像 全天下乞丐有多少不是我決定 是皇上你決定 那全2300萬人你到底對未來希望 想法你希望是什麼樣的一個生活 或類似像這樣一些說法 而且今天很妙 你看郭董直接賭麥 他太太也被直接這樣問 然後他也搖頭 所以這整個形塑出來是像很多媒體說的嗎 郭台銘鬆口表態在等回國民黨嗎 坦白講我覺得郭台銘今天是有備而來 包括從他那個場合我當然不好意思 我是講說從他的服裝 都可以看出來有點政治學 所以可以看出來郭董越來越成熟 你從服裝開始告訴我為什麼 他就是淺色他今天選淺色 就是比較年輕人就是會開始往他打扮越來越年輕 就要開始吸引年輕的選票 這當然是從這個政治色彩學開始解讀 那另外你從他今天的這個談話 事實上他今天去吊曰這個星雲法師 這個是他也可以選擇不講話 因為他其實在很多的場合他也都沒有講 那但是你看他在那個地方他講話了 所以他的我覺得我認為他是有備而來 你的意思說其實這個場合是最適合不講話 為什麼如果不想講話 因為只要講說今天就是來吊曰星雲大師 然後講說大師對臺灣對臺灣眾生 有多大的一些什麼謝謝大家就過了 沒錯所以他今天是刻意要講的 我認為他是有備而來 因為他講的很多話其實都蠻有意義的 我先講啦 他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說他等國民黨的辦法 那我有再詳細的去問了 到底是什麼辦法 那我可以確定是說 他是講說他回國民黨的辦法 這個是確認這個是確認的 那這個非常有趣 代表說他現在把球就丟給了朱立倫 那我認為說為什麼他是有備而來 因為包括第一個 因為我之前上禮拜就來講過 就是說王金平跟他講了 你要選總統的話 你一定要回國民黨 那代表說柯文哲可能聽到這個話 心就涼了 代表說他去參加別的黨 或無黨籍 但是沒有就是 不會這樣想了 就不用再想了 所以他就要回國民黨 那事實上他為什麼把球丟給國民黨 因為他要回國民黨 絕對不可能是當一個陽春黨員 那回陽春黨員就不用了 所以他現在這句話 他意思要跟朱立倫講說 你看就像你到底要不要讓我回國民黨 就是他要做好選總統的準備 所以他現在這個話是講給朱立倫聽 侯友宜這些態度其實都都要都要蠻準備的 那所以朱立倫他聽到這個話 現在球丟過來 一定了然於心嘛 你今天邀請郭台銘回國民黨 你就是要做好 你到底要這個選總統的一個準備 你要幫郭台銘鋪路選總統 因為郭台銘他其實放不下的是 他上次離開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覺得對首富來講他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侮辱 所以這次他回國民黨有備而來 因為我們今天大家在討論是說 因為現在看起來他跟侯友宜的那個 那個不管是對話或怎麼樣 都很像是當年他跟韓國瑜的翻版 因為他跟韓國瑜 那時候也有傳出說韓國瑜跟他講說 大哥你要選啊 我就不選 我要選你就不選 那你不覺得這個話就跟當時 就是侯友宜跟侯友宜的話也是一樣嗎 你要選我就支持你 你不選我就怎樣 就是大家那個場景好像又一樣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他吃了上次的虧之後 他這次再也不是吃素的了 所以等於說他這把球丟給了朱立倫 就是你要讓我回國民黨 你要開始來想辦法 那至於他訪問真心 我覺得真心一定是藉口 大家都知道家人反對 怎麼會是原因 你就算老婆反對 你要選他還是擋不住 最後還是會要支持你的 所以家人我覺得是一個藉口 那我覺得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他今天還講的話 事實上大家 我要這邊講一個這個 也不算也不算爆料就是說 他跟欣雲其實是關係非常密切的 兩件事情 就是當時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那個郭台銘他從山西 山西請了兩尊的那個鍍金的菩薩 回到臺灣來 然後欣雲跟他要了其中一尊 他一尊當然就是給他很常去的 那個土城的順聖宮 那另外一尊是放在佛頭紀念館 那當然大家會好奇是說 那奇怪那個菩薩跟關公 感覺那個佛教怎麼好像不太疑 佛教道教 對對對 那事實上這個有解釋過 我去查那個關公叫做 傑蘭菩薩 傑蘭菩薩 所以郭台銘當時二零一四年 從山西請回來 兩尊鍍金的關公 一座就是擺在佛頭紀念館 那另外呢第二個就是說 當時郭台銘二零一九 選總統的時候 他有去找過欣雲 那他今天有重提這件事情 他說欣雲 當時給他這個四給真諦 就是給人希望給人信心 給人歡喜給人方便 他今天再重提這件事情 他講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蠻義有所指 其實用宗教來比喻政治 用心雲來做治癒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比擬 他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就是給人希望給人歡喜 給人方便這些 如果宗教沒辦法給你的政治 政治可以給你 所以當我來執政的時候 我可以我就是可以給民眾歡喜 希望方便這些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你看他他講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在在的蠻有涵義的 你可以聽得出來 我認為說他現在其實洗心動念的這個程度 越來越高 只是他現在把球丟給了朱立倫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高招 OK 欣姐 你們的辦法到底是什麼樣 現在全世界 感覺在看你們到底這幾個人怎麼去 侯友宜不能主動講 要不要要不要參加初選 然後有立委說要幫他怎麼樣 然後郭董今天直接講 要看國民黨的一些辦法 國民黨對他回國民黨到底是什麼態度 我覺得郭董一回來搶進大戲 所有的燈光都聚集在他身上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幾個點來分析 第一個郭董是提前回來 之前他說要二月中旬回來 後來聽說二月十號回來 現在提前回來 那可能因為星雲大師的關係 但是呢 星雲大師到二月十三號 才正式舉行盛大的祭典 但是他提前回來 一定有人要他提前回來 或者他心裡有一點 想要早點回來去處理一些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非常重要就是說 他沒有說我絕不參選 他說我還沒有決定 還沒有決定就表示有可能 第三個他公開講 這個第三點他其實可以不講 那今天公開講說 我在等國民黨的一個辦法 那他在等國民黨的辦法 我不認同剛剛來賓說 他是講給朱立倫聽的 應該他跟朱立倫都談過了 他這個是講給全體國人聽的 如果他沒有跟朱立倫談過 他怎麼知道國民黨會給他一個辦法 國民黨是同意他 還是拒他於千里之外 所以一定已經談好 就是說可能用同州辦法 或者是說其他的辦法 讓他回到國民黨 他已經離開國民黨 現在他要回國民黨 他回國民黨 難道就是為了交黨費嗎 還是要選這個中常委 當然不是嘛 他一定是有更高的一個 講白一點就是為了選總統 對更大的一個任務嘛 所以我覺得 郭董今天已經把話講得很白 講得很白了 國民黨那個辦法 如果合我意 我就回國民黨 那可能我就會去參選 我覺得這個後面的話 意在言外 其實大家都可以體會了嘛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也很高興 假設是這種情況的話 國民黨大家就來面對這個事情 那我也不認為這一次這個郭台銘跟侯友魚 會跟上一次郭台銘跟韓國瑜一樣 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韓國瑜有一區 一些韓粉是慫恿韓國瑜出來參選 然後他們對郭台銘有敵意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侯友所謂侯粉 侯友很高的支持率 但是他的粉絲對他的黏著度 不像韓粉那麼高 所以也沒有說侯粉說 哇 非侯不可 以前就是非韓不可 對不對 給我韓國瑜其餘免談 這是他們當時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侯友宜跟這個郭台銘 他們已經談好說 兩個人絕對不會說變成兩組人馬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我覺得他們也不會做正負的搭配 那如果郭台銘願意出來選 我想他一定選總統 他不可能去選副總統 那侯友宜也不可能背負落跑的罵名 去選一個沒有實權的副總統 所以如果說郭台銘出來 侯友宜就不會出來 那郭台銘不出來 當然國民黨就會考慮侯友宜 那用什麼方法 那當然又是另外一套了 因為他不用同舟共計了 不用那個同舟方案 他可能用其他方案 所以我覺得今天郭台銘出來 這樣子的一些談話 包括大家講說他連造型 連服裝 他都是準備好了面對公眾跟媒體 那表示我們國民黨可以期待 郭台銘會帶來 至少讓國民黨大家覺得開心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這麼樂觀 因為是不是那些其他人 上次郭台銘跟韓國瑜殺到刀刀劍骨 那有一些人非常敵視郭台銘 那這些人聽到這個郭台銘要回來參選 那些人會不會又跳出來 做一些什麼樣反對的表態 我也不敢確定 那我們也不敢說他一定不會 甚至像我的群組裡面有些深藍的 他們就在我的這個臉書上去留言 或者表示一些談話 他說郭台銘要出來參選 你看他身邊跟著王金平這些人 他就不要選了嘛 那有一些深藍的人看到王金平 他就不高興 那對國民黨來講極大化 深藍且藍或者是這個中間選民 我們都需要 可是對某些非常堅決的 或者是說比較極端的深藍 那他們後面會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只希望國民黨這次 真的大家稍安勿躁 大家不要太搶戲 大家不要太自我 大家不要太跳到前面去 然後做那些一些奇奇怪怪的發言 我請全黨同志 大家現在理性冷靜 靜觀其變 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所有的配局 人舉巧欣不是第一次講這一段 他今天在光晴的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說當然郭猴兩個 郭猴兩個只會有一個 然後他覺得會是郭朱沛 他上次在節目裡面說 郭就算不回國民黨 是五黨籍之下 那朱用國民黨的身份 跟他配副總統 然後我們就講 國民黨泱泱大黨 會沒有總統候選人 很難想像 那今天就講說他覺得是郭朱沛 所以這個是未來國民黨最可能誠心 誠心的局 郭總剛才說的講話 你自己解讀是不是要選 我覺得看國民黨弄自己人 真的很有趣 而且永遠不會讓人家失望 我們先回來看這個新聞 他有一個點是很好玩的 我在講過年前後突然開始有一個 很大量的一個新聞被放出來講說 侯友宜跟郭台銘已經打成了一個默契 叫做你選我不選 而且大家都不會想要做什麼 去當富的或什麼 對照今天突然之後你就會發現到 這新聞到底是侯友宜那邊的人放的 還是別人放的 我覺得這有趣的為什麼 我老實在你看今天郭台銘今天所有說法 我認為大家都在等一 從他嘴巴裡面講一句話 Yes I do 可是我認為郭台銘再等一句話 國民黨跟他講大哥 國民黨需要你 國民黨拜託你啊 當年他跟韓國瑜不就這樣嗎 郭台銘因為講的那個話 被人家認為他很傷 我認為郭台銘他是那麼聰明的一個生意人 他在商場搞了那麼久 他怎麼會不記取教訓 現在誰需要誰啊 所以你看郭台銘今天所有的說話的模式 跟他所有的那個語言 我們再回來解讀 你說他沒有想要嗎 他還沒做最後決定 但是呢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他今天講了嘛 夫人的問題嘛 我們再回到二零一九年 曾欣盈有贊成郭台銘選嗎 也沒有啊 我印象 我不曉得各位如果有錯 各位幫我指聲 是不是有一段還是曾欣盈跑到日本 對不對 到日本 跑到日本 然後還發了一些什麼 我記得還有這一段 所以顯然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而且前面還有嘛 曾欣盈跟有人聚餐的時候 針對郭台銘把一樓改成交易廳 他就覺得壓力非常大 然後還那時候還講說 不排除派大女兒出來做遊說 睡客要求郭台銘放錢 然後呢 大哥拜託你了 你這樣講出來嘛 所以我覺得對郭台銘來講 他很清楚的知道二零一九年 他為了想要為國家做事 我善意的這樣解讀 他為了想要為國家做事 而且他願意在郭北亞那個體系下 讓他受了很大的傷 那現在問題來 他有沒有跟朱立倫談好的這件事 我不敢講啊 為什麼因為 我認為朱立倫現在握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權力 我們剛剛提到侯友宜跟這個 跟這個郭台銘 郭台銘不用講你怎麼回黨 你的遊戲規則要怎麼 我都講喔 當年那個那個 因為國民黨的什麼初選 參選人出來之後 然後一大堆人就發了 就就就就這一張嘛 就登報嘛 導致後來郭台銘 他奉而發聲明退黨 就講說你們這些迂腐守舊的人 這個朱立倫名字都在上面 但你可以你可以解讀說 這一張我永遠留著 所以現在問題回來 就是說朱立倫怎麼樣去解這個 我認為郭台銘是個大器的人 他如果今天真的就是衛官 但是你郭台銘大器 不代表國民黨可以裝死嘛 你還是要把這個東西給解套掉嘛 所以他說我今天等朱立倫 所以怎麼樣讓郭台銘瘋瘋光光的 當年吳敦義是很瘋光的 讓他回到這個 對 榮民黨的身份回來 對啊 你回來的時候 郭台銘戴著那個帽子 中華民國國旗在那邊敬禮 那個大畫面都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你朱立倫有沒有辦法 讓郭台銘感受到 大哥國民黨拜託你了 OK 這才是重點嘛 好可惡